一千五在收藏市场上面收到了五张一百元的这种人民币 一起来看一看 这种一百元人民币 它是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 它已经退市了 从发行年号上面来说的话 它有两个发行年号 一种是1990版的 还有一种就是我手中的这种80版的 这次收到的五张一百元 基本上都是80版的 在后面我们看得到这个年号 然后从品项上面来说的话 纸币我们都会重点看一下 它的品项是十品还是九品还是八品 这样去对照它的价值 因为80年的一百元这种三张的话 如果是十品的话 在收藏市场上面的价格一般是四五百一张 如果是九品的话 基本上就只有三百左右 如果是八品的话 价格基本上就只有一百五到两百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看 像这张 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接近十品的品项 冠号是CT 然后号码比较一般 不是 少见号码 这一张它的冠号是CY 号码也比较一般 然后仔细看一下它的品项 应该就是一个九品左右 这一张 冠号是CO 号码也比较一般 看一下背面 这张比刚刚两张要差一些 是一个八品左右的品项 这两张是一个年号 换号是ES 然后号码是68019093 68019094 上面这一张品项还不错 没有折痕 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品的品项 这一张要略微差一点点 这个边上有折痕了 像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九品 80版的这种100元 它要比90版的100元 要值钱的多 从发行量上面来说的话 80版的100元 它是整个第四版人民币里面 发行量应该是最少的 单张价格上面来说 它的价格也是仅次于80年的50元 80年的50元 它是第四版纸币的币王 80版的100元 它是第四版纸币的币后 所以说大家家里面要是有这种 100元一定要去重点看一下 它是90版还是80版 然后再去重点看一下 它的品项 换号 还有就是数字编码 如果大家手里面的纸币想变现 一般我们也会以这个价格进行收购 好了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凤 我们下期再见